明虎我问你哦 你觉得你是一个有温度的人吗 温度 我刚进来录影的时候粮食36.2 没有发烧怎么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啦 我的意思是说待人处事的温度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我当然觉得自己十分的开阳热情啊 你没有感受到吗 好啦有有有有 顺着这个话题呢 接下来是大家都很期待的 举光读书会单元 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本 由前国防部发言人 罗绍和将军所著的新书 带领大家认识 如何展现生命的温度哦 好书大家读 带你看好书 又到了举光读书会的节目了 自从上一次节目播出以后 我们收到了许多官兵朋友们的热烈回响 首先要感谢各位的支持 因为有你们的鼓励与参与 才是让举光原地节目制作小组 继续精进的动力 今天的节目里面 一样要为大家介绍一本好书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位 有温度的人 麦田出版社所出版的 有温度的人 作者罗绍和 国防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毕业 曾经是一名职业军人 在军中服务三十余年 历练过排长 联营辅导长 汉生广播电台台台长 国防部军事发言人士主任 新闻处长 军事发言人等职务 退伍后全心投入公益慈善活动 今天他回到培育他的母校 尽管正逢寒假 不少在校学员生 包括院长 听闻他的到访 都趁着难得的机会 找他签名 可见这位学长的好人员 也感受到军中大家庭的温馨 听完刚刚对作者的介绍 您是不是很想一睹 他的庐山真面目呢 没错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作者 罗绍和先生来到现场 既有绍和哥 曾经也是军人的身份 与大家分享书中 所记录这些生命的期许历程 以及他是如何创造 生命无与伦比的价值 少和哥好 贝贝你好 我该称呼少和哥吗 还是罗将军还是执行长 都可以 少和哥 好我想大家对于 就是您比较有印象的 应该就是之前 您在国防部担任记者会 发言人的这个身份 您在军职圣亚中 有长达31年的时间 那相信您对 举光原地这个节目 应该是不陌生吧 非常的熟悉 要不要先跟电视机前的 官兵弟兄姐妹们 打声招呼 好 所有举光原地的 各位国军官兵弟兄 还有我认识 以及不认识的朋友们 大家好 好少和哥 就是看完这一部书 其实内心也非常有感触 我们也很好奇说 这个书名的由来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 还有您想传达的理念 以及为什么会想要出书 我把它倒过来说 其实为什么会出这本书 这个其实不是在我人生的规划里面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自己要出书 就像我当年 我当国防部的发言人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 我自己会当国防部的发言人一样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很多的时候 可能命运当中很多的安排 并不是我们自己所想象的 或是原先所规划的 那出这本书呢 是因为我自己人生有很多的经历 那再加上就是我现在帮助了很多的 这些弱势的家庭 或是偏乡的孩子 那我觉得他们生命当中 他们有很多的故事 都值得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学习 那我也很乐意来分享 我个人成长过程当中 所碰到过的很多的问题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所以这是我出这本书的缘起 那我们知道说这本书 其实大概分成三个部分 包含您的成长过程 还有军中的生活 以至后来在目前 现在在这个公益活动的部分 那我们先聊聊军中生活好了 好啊 我觉得在我军中服务的每一个阶段 对我来说收获都非常的多 印象也非常的深刻 不管是我刚刚从军校毕业 在这个马祖东举 担任牌长或担任连博奥长 后来我调回了这个花莲 花莲在美轮两腰洞师 在那边也当过连博奥长 还有政战官 然后后来再到台东 然后再到八军团 然后再来读书等等的 我觉得人生每一个阶段 都有每一个阶段不同的经历 那每一个经历对我们来讲 都是让我们一生很难以忘记的 那我也非常的感谢 在我军中的三十几年的 三十多年的 三十一年的时间 我有碰到过很多的长官 碰到过很多的 照顾我的学长 很多优秀的袍子 那我们在军中很多的这个经历 也成就了我自己在人生 在军旅的生涯当中 让我能够很能够有力量 有温度的去做一些 不管是军中的事物啦 或是退伍之后来到了社会上面 做社会关怀的工作 好 那我们还想要问少侯哥 对领导统一 因为在军中也是需要 这一部分的发展 那您有用特别的感想 我觉得在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很多的长官 我所接触过很多的长官 他们给我最深刻的领导统一 就是以生作辞 我觉得每一个当长官的人 就是你要成为部署的表帅跟典范 那我觉得当一个长官的人 关怀部署非常的重要 那以前我碰到过很多的长官 他们都非常的关海 关怀部署 关爱部署 很照顾部署 所以让我们从内心里面 我们会感受到长官对我们的 就是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 他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他对我们的关爱 对我们的帮助 对我们的照顾 那同样的我们身为 我们将来有机会 我们当人家的长官的时候 我们也要去关心 照顾我们的部署 这样的话部队的和谐团结合一 才能够比较能够达到 对 所以就是将心比心 要有同理心 对 才能当长官 才会让部署感受到 对 我是被关怀的 是真心被关怀的 感受到这个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对 所以我常常就是到很多的部队 去演讲的时候 我常常鼓励 就是我们的小学弟小学妹们 你要做好领导统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要去懂得去关心你的部署 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如果我们活得太自我的话 你的眼睛里面就没有你的部署 你就不会去关心他们 你就不会去 就是用你自己 就是以生作者来影响他们 那我觉得这个对部队的团结 也就会产生问题 的确 因为关心他们 也可以拉近鼻子的阶段 对 对 对 那我们讲到其实这一本书 让大家非常有感的就是 失比受更有父母 而且我们知道说 就是目前您投入这志工的 这个工作 好像跟您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有关 包含爸爸酗酒 然后会家暴 然后妈妈甚至二度离家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小时候的故隆吗 我是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家庭 微顾幼年成长过程 罗将军虽语气平坏 看似云淡风轻 但他的童年 真可用悲惨二字来形容 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 他父亲本是一名军人 在823炮战中受伤 提前退伍 为了生计 在美农清洁队服务 平常也做一些 卖水煎包的小生意 但是手艺不精 始终也没办法赚到钱 罗将军兄弟 就在这样贫困的环境中降生 父亲长期酗酒 又有精神上的疾病 动辄打骂妻儿 五岁那年 因为父亲又久过家暴 妈妈实在受不了 选择离家出走 罗将军跟他的弟弟 被送去孤儿院 住了一年半之后 母亲回来了 兄弟又被接回家中 那时亲友送来一头母猪 妈妈本想靠着生小猪 赚钱改善生活 哪只十几头小猪 因务实有农药的植物 全部倒地不起 家里经济的希望又破灭了 妈妈的眼泪像珍珠般的落下来 那一幕罗将军到今天都还记得 小学二年级 父亲因为身体的疼痛 又喝酒打人 妈妈第二度离家出走 这一走又是七年 兄弟俩又被送到寄养家庭 罗将军的青少年 就在这种反复贫困惊恐的煎熬中度过 在缺乏父爱母爱高风险的家庭中长大 成为一个自卑退缩缺乏自信的人 但他自认为很幸运 一路上碰到有爱心的养父母 好老师 好长官 好朋友 他很感恩 也愿意将他受制于社会的爱传出去 对我来讲的话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苦 经历过很多难以 到现在就有些回忆是难以忘记的 那这些对我来讲的话 影响我的人生是蛮大的 当然我可以把它当作 是我成长阶段的一个养分 因为他们滋养了我 帮助了我 让我能够更坦然地 用一个更正确的 更积极的态度 面对我自己的人生 那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 虽然有这些苦 但是也因为受惠于很多人的关怀跟帮助 所以能够让我在军女的生涯当中 我能够有很多很好的机会 然后长官也栽培我 也造就我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心里有一个想法 就是有一个念头 就是我想要回馈这个社会 我想要去帮助更多 可能跟我成长背景相类似的 甚至可能比我还要凄惨的这些孩子 改变他们的人生 如果我可以多帮助几个家庭 多帮助几个孩子 改变他们的人生的话 那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上面 受帮助 这个受造就的人会更多 好 其实据我所知 其实这部队啊 很多同仁们 他们也都非常有爱心 那其实我就听到说 很多人会利用课语的时间 去奉献爱心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来听听 他们的奉献心得 前去年几次去安德烈斯文行 进行志工服务 主要是我跟学生 协助机构进行物品分装 及分类 我主要的感想是 比安曼上是我们给予 他们物品上的富足 但我们收到的是内心上的富裕 我们收获良多 拜读罗执行长的新书之后 书中的内容 透过执行长的自传 来分享这段 我们所认为冷酷困的成长历程 到成为能够将温度 传递给别人的这个故事 那对于我们自己而言 在西中平常不够的言行 暗淡到我们自己可能都会忽略 跟谈不上说如何照亮别人 却可以让别人感受到温度 甚至可以记忆到一辈子 在安德烈斯文行中 让我感到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他们对于这些弱势者的帮助 不是只是给他们鱼吃 而是给他们钓竿 让我感受到我的帮助是无价的 好 刚刚听到学员们的分享 都有提到安德烈食物银行 那其实在书中我们也有看到 原来安德烈食物银行 是有做客制化的服务 其实我们一般要捐东西 就是把我们觉得 他们好像需要的东西就捐过去 但据说就连你们光是奶粉 都有四十几款不一样的 为什么当初会这样设计 在民国105年 我7月以后到安德烈来服务 那105年的年底的时候 就是有一天我带着我的社工 就去盼望一个单亲的妈妈 那这个单亲的妈妈 她非常地辛苦照顾两个孩子 最小的孩子才一岁多 那我们到这个家庭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矮柜上面 摆了五六罐的奶粉 这个奶粉好像都没有开封过 我就很好奇 我就问这个妈妈 我说这是大家的爱情 但是我说 但是这个奶粉好像都没有 没有拆封过 没有使用过 有什么原因 她说她的孩子 不能喝这个品牌的奶粉 那我就问这个妈妈 我说那你的孩子 不能喝这个品牌的奶粉 那你有没有转达给 那个帮助你的单位 就是你的孩子可以喝什么奶粉 请他为你做预备 就是你的孩子可以喝的奶粉 那个妈妈她说我有反应了 可是他们说他们就只有这个品牌的奶粉 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提供我的孩子可以喝的那个品牌的奶粉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有个感想 就是我们都很有爱心 都很乐意去帮助别人 可是我们可能不会去了解 进一步深入地去了解 到底他需要的是什么 什么样的资源 什么样的帮助 所以我那时候就给自己一个目标 就是那为什么我们不能 就是做社会慈善工作 为什么不能做客制化呢 如果我们可以做客制化的话 就可以针对我们所帮助的个案 受原初的个案 他的需要来帮他做预备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给他的东西能够发挥功能 然后他的困难也可以被解决 所以呢就是 我就从106年开始 我就推客制化 那我做客制化的食物箱呢 现在已经是 台湾之光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的食物银行那么多 没有一个食物银行像我们安德烈食物银行一样 做客制化 那也因为我们做客制化 所以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解决他们的困难 所以我们爱心就不会做一半了 对对对 那我们在这边 东西也不会浪费掉 对啊 那这边我们也想问说 要如何像您一样成为一位有温度的人 我觉得要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 不一定说你是一定要吃过苦 受过难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 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有温度的人 那我们要学习关怀别人 就是心中有爱 心中友善 就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 常常愿意去关怀别人 去帮助别人的人 当你心中有爱有善的话呢 就可以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 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官兵 弟兄姐妹们 还有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大家都心中要有爱 有善 然后呢 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 可以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温暖 更加的和谐 更加的美好 那其实我们在书中也有看到说 您过去因为从军31年嘛 军人的使命就是保家卫国 那现在您脱了军装之后 也投身这样公益服务 为弱势族群来做服务 其实某程度来讲 都是对社会贡献 其实这个意义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是 是 我觉得我常常回想到 我在当军人的这段时间 我其实非常感谢国家对我的照顾 因为国家对我的照顾 因为部队提供给我 这样一个服务的机会 那离开军中对我来说是很不舍的 但是我觉得人生就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某一个舞台 待久了以后 可能你就必须要换一个舞台 换另外一个环境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把 心中的那个不舍能够放下来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学习 的确 谢谢少和哥在这么寒冷的冬天 带给我们这么温暖的一席化 其实在这本书里头 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到 是比受更有福的人生哲学 值得大家用心体会 其实还有时间的话 真的很想跟少和哥再多聊一点 不过受限于时间的关系 大家只能自己去看书了 那接下来 要请大家继续来一起听听 少和哥的简短分享 我曾经对我的父亲母亲 有很多的不谅解 他们带给我的人生 很多的挑战 甚至不幸福感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也许是幸运的开始 我们所认为的不幸 到头来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们的人生需要入伙 多次之后才能够锻炼成钢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选择 出生的环境 但是我们可以努力改变后天的环境 重点在于我们是否愿意 把苦难当作人生的养分 帮助自己更加的成长与茁壮 我的领导统育 从学生时代 就受到父亲刚创办人 讲顾总统金国先生的影响 凡事以生作则 弟兄们看到我们 比他们还要拼命 就没有人想要打混摸鱼 我在军中服务近三十一年的时间 那我个人的身格体验 仍是影响军机安全的根本 因此要杜绝军机安全事件的发生 必须要将守法守纪律 以及安全的观念 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官兵的心中 不负此生就是成功的人生 老天爷要你多成功 就会给你相等的挫折和磨练 生来富贵 终生富贵的人毕竟不多 许多人都是水里来火里去 经历苦难挑战 最终才能够开花结果 古人说富有世书气自滑 读了少和哥这本有温度的人 再听他的字述 让我全身充满了正能量 很多人都有看过 多年前的一部电影 《Pay If You Were 把爱传出去》 是描述一个小学生 回应社会学老师 尤金出的学起作业 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 让人不满意 让人失望 那么从今天开始 你要想一个办法 将这个社会中 不想要的东西 统统去熟 把这个世界重新改造一次 这位小学生 他想出了一个计划 自己先去帮助三个人 但他不要回报 而是要他们再各自 去帮助另外三个人 于是像树枝分岔般的 将爱传开 如此类推 受助者就有如几何集数般增加 最后世界就会改变 少和哥他把苦难 成功的转换为化了妆的祝福 也在国军的淬炼之下 变得更强壮 最终也有了一个圆满的军旅生涯 难难可贵的是 在脱下军装后 罗大哥持续在社会上传递着温度 我想越多人懂得感恩 就越多人懂得付出 世界也就越美好 让我们都做个有温度的人 举光读书会 我们下次见